好,接著請關係機關法務部代表陳述答辯之聲明及要旨 共15分鐘,請在自己座位上發言 好,謝謝 各位大法官先進,以下由我代表法務部從事開審陳述 首先,憲法法庭既以憲法違憲審查界限,應維持向來核憲的解釋 我國憲法並未對實行制度顯示出反對的立場 在司法案4至194、263、467號中,僅認為實行相關規定核憲 實行制度已經長期為我國憲政秩序所肯認 有建立目前的憲政秩序、社會法價值認識的現狀並沒有改變 所以本部認為應該維持向來實行核憲的見解 實行並不當然違反生命權的保障 生命權可以由憲法第15條生存權導出 但是依照基本權保障體系、憲法列舉的基本權 仍然可以在第23條法律保留比例原則的框架下限制 而所謂的限制就是包括基本權的剝斗 參照德國基本法第2條、第2項保障生命權 而同項但書也容許以法律干預 在這裡干預也只能是剝斗 這是因為生命權的特殊性 是所謂權有或權無的基本權 德國聯邦憲法法案強調 生命權在基本法秩序中代表一個最高的價值 但是無論如何 禁止剝斗生命的介命並非絕對 還必須要看是否符合憲法第23條的比例原則 死刑並不當然侵犯人性尊嚴 人性尊嚴的意涵並不是固定不變動的 德國聯邦憲法案強調 只能立以現階段認知的狀態 不能主張該判斷永遠有效 只要從目前一般人對人性尊嚴的認識 期待來判斷 尤其應從罪名犯刑審判及執行程序 是否尊重主體加以論斷 德國是由基本法第102條明定廢除死刑 並非基於生命權的保障 以人性的尊嚴條款所導出的憲法結論 死刑如果以罪者原則僅扣 非依預防目的工具化犯罪人 執行避免殘酷可符合人性尊嚴 死刑也不當然是酷刑 人性尊嚴也導出酷刑的禁止 殘忍、不人道以及貶義人格的刑法 不符合人性尊嚴 但嚴重的刑法並不當然即違反人性尊嚴 如果刑法是以受罰者的行為連結 正是這種自我行為的刑法責任承擔 顯示出國家基於保障人性尊嚴 給予個人自主性以及自我決定 自我負責的尊重 就如上面所說的 如果死刑並非基於一般預防 預防目的不合比例的 且非殘忍的方式執行 可以是符合人性尊嚴 自然也不是酷刑 南韓憲法法院認為 死刑本身並不當然違反人性尊嚴 死刑乃是對自行罪刑 殘酷犯罪人的行為的結果 日本最高法院判決 美國最高法院Grey Ann 也認為死刑不當然過程酷刑而違憲 能要看執行的方式 是否殘忍或不人道 美國最高法院並認為 如罪刑相當且非刺議 應符合人性尊嚴 我國現行刑法政策 和現代多數國家一樣 也採取綜合性的理論 調和應報和預防 兩種不同刑法目的 在個人價值重大的法律上 如生命權 人性尊嚴等遭受極端殘忍的侵害 既應報的罪者恆平跟贖罪 回應公眾對正義的期待 應肯認死刑具有適當性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Grey Ann 也認為死刑在某種程度上 體現了社會對特別重大犯罪的道德憤怒 死刑就是一個有序的社會 要求其公民要依賴法律程序 而非靠自力救濟來平反 是至關重要的事情 死刑只針對非死不足以恆平罪者的情解最嚴重犯罪 最高法院判決認為 情解最重大的罪 謹細得判處死刑的必要條件 而非充分條件 若有教化的可能性 仍然可以排除死刑 就以上說明死刑適用條件 應符合必要性原則 實物與死刑為最終刑法 應盡可能遷益適用 且還需確認有沒有教化可能性 為最後不得已的罪終刑法 日本最高法院判決認為 死刑非死殘忍的殘虐的刑法 死刑規定也沒有違背憲法意志 為該法院一貫的見解 但死刑畢竟是將生命永遠的剝斗 其適用必須非常的慎重 若其罪責確實重大 且從罪刑相當級一般違反觀點 認為急刑是不得不然 死刑的選擇仍屬可以接受 南海憲南法院 憲法法院在前述2010年的判決 也認為死刑並沒有違反比例原則 因為法律已在相關的不同法義之間取得平衡 美國最高法院在國內的案死刑和憲理由中也承認 在極端的情況 死刑是適當的制裁 並體現社會的信任 有些罪行本身就是對人的嚴重侮辱 因此唯一的適當回應 可能是死刑 在極端的犯罪 死刑是可以通過罪行相當性的審查 從我國刑法基於行為刑法 而不是行為人刑法 除了行為人的年齡精神狀態 或其他客觀因素 影響有責性或良性的判通外 刑法的過程要件 不問種族宗教性別教育等 因此刑法的死刑規定並沒有歧視或不正當的差別 待遇是符合平等原則 至於第二層次的死刑適用範圍 包括具體罪名或個案審判程序 責令要審救 是否符合平等原則 比例原則的餘地 特別是法院的良性程序 裁良權行使是否有刺議或歧視因此 這個必須看良性程序良性的準則來審救 刑法第271條第一項殺人罪 法院在個案良性的時候 除了死刑無期徒刑之外 還可以量處最低10年有期徒刑 至於死刑還需要遵循公正公約第6條第二項 及36號一般意見 非犯情解最嚴重的故意殺人不得科處死刑 而且我國15又參照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 公佈的保障死刑犯人權保證條款 第一條意思 將情解最嚴重的罪限縮在直接故意 也就是說 眾視為情解最嚴重的犯罪 如果不是直接故意也不會判處死刑 書上判斷是否情解最嚴重 參照日本最高法院的死刑案件 所建立的永三基準 是回歸一被告具體個別犯罪情節 所犯的不法及責任的嚴重程度 及犯罪情狀 作為得否選擇科處死刑的充足理由 在審究是否能有教化可能性 死刑是不得已情形的最終刑法 學者稱之為死刑例外適用原則 刑法第二百二十六條之一 強制性交猥褻故意殺人 三百三十二條 第一項強盜殺人 及三百四八條 第一項如人勒訴故意殺人三罪 都使在殺人罪之外 折合其他高度嚴重的暴力犯罪 較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的殺人罪 等內涵更為嚴重 其法定性中以殺人罪 僅限於死刑無幾徒刑 從犯罪輕重序列 要跟處罰輕重序列相對應 或者法定型的成績化來說 是符合比例性 目前我國刑法第五十九條提供個案 若罪者過科死 法案仍有不足無幾徒刑的可能 所以相關法定型並不違反比例人者 刑法第十九條並沒有違憲的問題 刑法第十九條 就刑法體系來說 屬於責任能力的規範 並非針對死刑的規定 管理被告的精神狀態 即死刑的量處 十五另外發展所謂的刑法可受容性標準 是按照被告在量刑的審判的時候 而為行為史的實質精神狀態 進行審查 因考量對於這類被告 採處或適當死刑適當的時候 融入整體死刑裁量基準內 行為人在行為史不符合刑法 第十九條第一項 第二項不法或減輕刑法是有 仍然仍應於死刑量刑、斟酌及一般情狀 斟酌精神狀態是否具有有限道德上的可責性 所以死刑刑法受容性判斷因屬良性階段 斟酌行為人的精神障礙 是否具有限道德上的可責性 有別以刑法第十九條 管理行為人 於行為史責任能力有無或減輕的一個判斷 死刑的特別程序保障 死刑案件應屬強制上述案件 雖然行頌法第三百八八條規定 有因第三審原則不行原始辯論 而不是用強制辯護的情形 但一最高法案刑事案件 行原始辯論要點第一點第二款 第二點第一項四款規定 原審宣告死刑案件除必須撤銷發尾則外 應行原始辯論 被告如未選任辯護人 審判長應指定律師為其辯護 所以死刑的案件上述三審 在行原始辯論時也是強制辯護案件 另外依刑事 妥訴審判法第七條案件 從第一審系數開始 已預八年沒有辦法確定的案子 除依法應預知無罪判決則外 如果認為侵害被告受訓事審判權利 且情解重大 應減輕及刑的規定 也有死刑案件的所適用 以最高法院一百零二年 台上至第一百七十號判決為例 強調兩公約及人前事務委員會 第三十號一般性意見 都要求在最終處以死刑的案子 應嚴格遵守公正審判的正當程序保障 以確保死刑材料的明確 客觀性 最高法院發展針對死刑的良行基準 及程序要求 法院需在罪者原則基礎上 綜合刑法第五十七條 所謂使款事項為評價之後 以被告具體犯罪情解 所犯不法及責任的嚴重程度 檢視及罪者是否屬重大 並審著有無可能回避死刑試用 判斷是否以無富貴社會更生改善的可能 另外國民法官法第八三條第三項 就良行評議提高死刑 平決數從一般案子過半數 提高到三分之二決 因此兩組死刑的重點是良行 應有指引或者基準 應該聚焦在個案的特別情況 必要的上述審查罪行相當性 不過現行法的程序 以及事務發展的死刑良行基準 應可以滿足上述原則 分析從108年到112年 五年間涉及刑法271條殺人罪 332條強盜殺人結合犯 348條辱人勒訴殺人結合犯 強制性交殺人結合犯 等476件殺人的確定案子 僅有一件判決死刑定念 逐漸死刑案件審判程序極為嚴謹 日本裁判員制度有關於中局的評議表決 良行死刑 與其他案件相同沒有特別的規定 美國聯邦最高法案在Great案 認為死刑的良處 陪審團可以作為良行制度 及當代社會價值兩者間的一個聯繫橋樑 但並沒有建立死刑案子必須陪審團決定的原則 一致決或許可以提高死刑兩組門檻 但從憲法相關原則來看 並不是必要性的 另外死刑案件提起 憲法訴訟申請再審 非常上述程序進行中 或依涉免法規定為大色、特色或簡型的嚴厲中 不得在程序或事由終結之前令準執行 且上該各類特別救濟程序均沒有次數的限制 所以有被一般刑事判決 確定後的特別救濟程序不停止執行 實行判決確定後 如有提起或申請特別救濟 即不得執行只實行 盡可能避免誤判 並確保程序的穩陀 本部認為死刑並沒有違反生命權的保障 也沒有侵犯人性尊嚴 符合平等原則 比例原則 而且還有很嚴謹的程序保障 本案所涉及的罪名 符合公正公約之最大犯行 死刑為不得已的最後手段 即以上說明 請憲法法庭為核心性的判決 以上謝謝